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李海泉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说到1947年 李海泉就去到白玉堂丹江的兴中华剧团 做正印丑生,而且还主演了一套戏 这个剧名叫做《黑米养藏丸》 这套戏轰动香港的艺坛 其后这套戏和涉角先演那套《花染藏丸红》 陈锦唐演那套《藏丸红》 和《廖合怀》那套《本地藏丸》 四套戏被粤剧界合称为四大藏丸戏 这四套戏就传演不须 在1948年初期 李海泉、廖合怀、半日安和叶忽若 就合称为粤剧四大名丑生 然后时间到400年1月20日 李海泉和伊秋水、马绍英、陈天忠、陶三姑和林妹妹 李海泉主演了一套《天花龙凤》 然后在2月19日 他又和白云李澜主演了一套《得心应手》 此外就和林坤山《张活游》 亦做了一套《万子千雄》 此外又和南叶伊秋水和黄楚山 合演了一套《两个燕精素长体》 然后在6月又有一套《与康山少》《紫罗莲》 合演的《万六丛中1点哄》 另外亦和郑曼霞南叶 合演了一套《地道狀元》 这套《地道狀元》在6月24日播出 另外在10月他就和半日安、文国妃、紫葡萄、花碧 合演了一套《四大天王》 然后在11月即是年尾 李海泉就和李小龙、小燕妃、半日安、胡美麟 合演了一套《富贵浮云》 同年亦和白雪仙、胡美麟合演了一套《黄金世界》 1949年1月就有一套《保育奇缘》 这套《保育奇缘》就是和张英、陆小妃、宇文翠、陈天忠和伊秋水合作 另外同时是一月 在月底就有一套《大四喜》 这套《大四喜》就是和文国妃、小燕妃和伊秋水一起合演的 一直到1949年年中五月就想演一套《地獄金龟》 这套《地獄金龟》就是白梨、白云、小燕妃、伊秋水和李海泉合演的 然后在1949年年底就有一套《垃圾天堂》 这套《垃圾天堂》李海泉就和伊秋水、曾蓝思和刘桂康合作 接着时间就到五零年代了 五零年代李海泉又有什么作品呢 首先就是《五鼠闹东京》 这套《五鼠闹东京》就有李海泉、黄学昕、文国妃和梁碧玉合演的 另外他亦都参演了 由罗品昭、张活游、罗艳卿和林娇合作演出的 《少林七合》《五探娥眉山》 然后在五零年代的《五零年代》 有一套相当出名的这套 就是跟他的儿子李小龙、伊秋水、冯峰和高老传合作演出的 这一套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细路墙 然后在6月就与方艳勋、黄学生、郑孟霞合作,演出了董小苑 然后在1951年,他就有一套乌龙大盒 这套乌龙大盒就是与逢应商、梁碧玉、夏宝莲合作 然后在1952年,就有一套古怪姻缘 这套古怪姻缘就是李海泉和任劍辉、周昆凌、张英和伊秋水合作 然后在1953年,就有一套新风神榜 就是与余麗珍、麦炳荣、秦小莉和梁碧玉合作 然后在1955年,1955年的年头,就有一套后窗 这套后窗很多明星演出 这套后窗是一个筹款演出 参加的影视红星包括张英、新马思曾、周昆凌、白雪仙、任劍辉等等 另外他也参加了一套《轻本佳人》的演出 这套《轻本佳人》一齐合作 有刘克宣、方艳芬、江一帆和朱丹 另外也有一套《春花日日红》 合作演出的就是有任劍辉、白雪仙、苏兆堂、郑碧玉 另外有一套《有女万事竹》 《有女万事竹》就和任劍辉、白露鸣、胡锋合作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李海泉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李海泉的演艺人生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拜拜